森林真的越多越好吗 对于人类来说会是更大的灾祸 这一点早在3.06亿年前就被地球给出了答案 大约在4亿年前地球上还没有树木 但那时候遍地都已经长出了绝类植被 直到泥澎纪时期 地球上才出现了如松果、银杏等螺子植物 它们在陆地上快速的繁殖着 很快就占领了地球 后来有些螺子植物逐渐进化出了果皮 就形成了被子植物 那时候的陆地上还没有恐龙之类的猛兽 完全就是植物的天堂 所以植物们都是在疯狂的生长着 一棵棵巨树拔地而起 形成了一片片大森林 那是地球有史以来森林覆盖面积最大的时代 据专家估计 那时陆地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5% 空气中的含氧量保守估计达到了45% 这种环境下也造就了一批体型巨大的生物 蜻蜓翼展74厘米 蝎子能够长到70厘米 一种千族虫有2.4米长 所以专家把这个时代称为巨虫时代 巨虫时代还没有生物可以分解倒地的树木 所以很多树木倒在地上之后 都是沉到了地下 逐年累积 形成了一层层煤炭 这就是石炭剂 45%浓度的氧气 成年累月积累的煤炭 此时只要一点火星就能引发一场大火 果然在某一天 这场大火还是发生了 据研究推测 那场大火可燃烧了30年 可想而知 在遍地都是可燃物的环境下 那场大火为地球带来了什么 滚滚浓烟占据了天空 但世界并没有迎来黑暗 因为还有森林里燃烧着的火焰 琵琶作响的大树被无情地燃烧着 一眼望不到头的火海轰烤着地球 海水蒸发加速了 两极冰川融化加速了 空气恶化加速了 地球生物的毁灭也加速了 据研究 这场火灾造成的环境恶化 使得地球上46%的物种迎来了灭绝 30年之后 大火燃烧殆尽 死寂的大地一点点恢复着 直到有一天 大地上再次钻出星牙 动物们重新回到陆地 地球才又重新开始新的轮回 森林面积太大 人类会更好过还是更难过 除了会引发无法扑灭的山火之外 它还会给地球来一次大降温 早在各种生命形成之前 地球上就经常爆发着地壳运动 这个过程中 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产生 并扩散到大气层中 二氧化碳能够为地球带来的 就是温室效应 很多现代人都讨厌温室效应 但地球要孕育生命 还真离不开温室效应 地球形成初期因为没有大气层的保护 所以那时候地球的温差极大 被太阳照射的一面温度极高 照不到的一面温度就很低 而地壳运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和其他气体逐渐覆盖在地球表面 地球的气温开始发生了改变 其中二氧化碳对保温作用更明显 这种现象就是我们说的温室效应 温室效应虽然让地球的温度升高了 但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范围的温度恰好让一些生命得以诞生 石炭机的树木们已经学会了光合作用 这个过程中二氧化碳是不可缺少的原材料 大量的树木消耗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地球的温室效应也随之减弱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植树造林可以降低气温的原理 不过当地球的温室效应消失后 大气层的保温作用也降低了 地球迎来的不再是凉爽 而是恐怖的严寒 直到冰雪完全覆盖了大陆的海洋 地球就迎来了大冰漆时代 这场毁灭性的灾难考验着每一种生物 有的熬不住寒冷 集体灭亡 有的在寒冷中挺了过来 变成了难寒生物 还有一些则集体迁移到赤道 那里的温度可以让它们苟延残喘 每次冰漆的到来 地球就好像进行了一次重启 冰漆过后 地球上的生命再重新洗牌 动物 植物 大气环境 都被调整到最初的状态 地球又将迎来一次新的轮回 你听说过氧气中毒吗 超出很多人的认知 我们每天呼吸的氧气 其实是有毒的 森林面积太大 造成的氧气浓度过高 就容易造成人类氧中毒 医学研究表明 当人类吸入的氧气浓度 高于60%时 会造成氧中毒 氧中毒的表现主要有 呼吸道受损 呼吸加快 甚至导致肺不张 所以 医院未给病人的氧气 并不是纯氧 而是掺杂着其他成分的混合气体 这样才能保证人的正常呼吸作用 除了氧中毒 氧化反应 也是氧气对我们的不良影响 在地球上 氧化反应随时都在发生着 比如我们把苹果切开 刚开始 果肉是新鲜的 但没过几分钟 就会发现表面变得暗淡了 这就是氧化反应 世间生灵 皆会衰老 导致我们衰老的一个原因也是氧化 虽然人类每天吸进去的氧气 能够维持着生命 但我们同时也被氧化反应毒害着 之所以没有被立刻杀死 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 时刻都在更新着 这样就能保持着身体器官的活力 不过 随着年岁的增长 我们身体的抗氧化能力也会减弱 比如皮肤色则逐渐暗淡下来 身体机能逐渐老化 就是抗氧化能力减弱的表现 最终氧化的速度超过了细胞的更新速度 生命也迎来了终点 那为什么我们并没有觉得现在的氧化有多么恐怖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氧气浓度并不是很高 如今我们所处的环境中 氧气浓度为20.9% 假如此时的森林回到了实探季时期 氧气浓度为45%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身体被氧化的速度会提升两倍多 我们的寿命也会因此而缩短很多年 如果氧气浓度过高 我们所处的环境会加快老化的速度 加速生锈的金属 加速变质的植物 当然 氧气浓度过高 对我们来说最可怕的还有火灾问题 我们的时代离不开火源 可在高浓度的氧气之下 一旦着火 就会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每天嗨客服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